第四個章節會講一個比較和assignment 簡單來說,我們會研究一下怎樣做一種對與錯的決策 很簡單的東西,然後會研究一下怎樣寫一些資料和清理 研究一下怎樣放WAM,最重要的是放WAM,否則你的program下不久,不放WAM 什麼比較呢?就是寫個色,什麼叫色呢? 色就是比例,用常識去說就可以了 他問一個問題,五是問小的時候,要答是和不是,就是yes no 我們會說yes no,但在電腦世界通常說true force是對,對與錯 這個是對的,就是對,然後這個是錯的 其實來來去去,什麼叫做電腦,電腦就是一件蠢蠢的東西 尤其是寫program,寫program你一定要沒有話頭聰明 記住,電腦是沒有話頭聰明的,他一定要將所有的資料逐句逐句說句聽 這叫指令,可以嗎?即是機械人 我們就會說寫program在pyron的prong 只要打這些東西,就是五小的十句會出個true字給你 然後五大過十句會出個forse給你 那這些呢,其實我將來新學一件類的type 這叫什麼呢? 這叫做boolean 其實在電腦世界,你如果寫過很舊的program 就沒有這個type 那時候是很輕的,如果你寫過C 你會用零就當是初,一就當是正確 如果正數和負數又會怎樣呢? 那便會黏著C 我們現在的概念,其實電腦你要指他做事 我之後就要確定指他做事 你便要跟他說什麼是對與錯,可以嗎? 所以為什麼這個true和forse 我叫做一個type,叫boolean 因為其實我們只有對與錯 你沒有第三個case 現實世界就是黑和白這樣來玩 那很多時候我們會在這裡 這個變化就是,前面的type 兩個都是數字來的,OK? 數字,運算子,這些是變種運算子 如果你5加10,你出15,它還是數字 但如果你用這些特別的運算子 就是比較式的運算子 或者叫boolean algebra 我們讀大學會經常玩的東西 大過小過,他就會轉type 他由一個數字,就會轉成對與錯的類別 其實這個type就會硬在ram裡面 我用很少的,如果你有機會玩這些 database 我們會用一個bit 0和1是叫bit 有時候你會看到一些database 有一個datetime叫bit bit其實是用來做boolean 就是1就對,0就錯 但1就對,0就錯 是絕對不好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們兩個加起來會怎樣? 你兩個加起來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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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就瘋了線 可以嗎? 你的program會傻的 如果你做機械人,它會不停地倒走 我們就會用一些boolean 我們就學一些operator 這些是常識來的 現在你就要學幾個符號 好,讀書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你學過的知識 轉變成新的知識 其實你要找的東西 就是找一種究竟是什麼不同 一來去記這些東西 就不用記光 你把你學過的東西改一點 就當新的東西 這樣才會進行得快 但現在你寫python 其實有些數學符號 其實這些應該逐個讀 不等式 因為你大過小過等不等於 寫法的概念就是 一個等於在電腦世界上 任何programming也好 一個等於是抄過去 所以一個等於不能用來檢查是否一樣 那是否一樣 我們的檢查法 就會用兩個等於 去再看一個等於 因為檢查是否一樣 那時候用三個等於 因為有些language用三個等於 因為它會對多些東西 但我們基本上 就當作最少兩個等於 然後第二個就是 不等於 這個特別在鍵盤上打 打不到的 特殊符號 就是這樣打不到 很不方便 所以它會用一個感嘆號等於 什麼意思呢 感嘆號就是Nord 即是不是 你很驚訝 反轉它 不等於 用一個感嘆號加一個等於 檢查是不等於 大過它 小過它 人物變化 所以不用機 不過大過等於 小過等於 你會發現打不到 其實有些符號 用筆寫很簡單 鍵盤很難打 它沒有理由用特殊符號 來寫program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 小過的加一個等於 大過的加一個等於 那就照樣說 你會看到這些符號 你會認得到 用力 這是工具 好了 我們現在的遊戲規則 一個等於 一個等於 概念就是抄過去 可以抄過去 可以抄過去 你會看到一個值 然後是Value 其實你記得之前的概念 好像是一張貼紙 這個好像是Name 是一張貼紙 貼紙 其實我們要簡單來抄過去 抄過去 這樣就要抄過去 如果你用兩個等於 就是比較 可以嗎 這個值 Value 1 是否等於Value 2 你這樣比較 其實是比較的 適合錯 它就給對付錯 其實電腦系列 就要給指令電腦做事 其實是控制機械 你發生這件事 就做這件事 發生這件事 你就不斷地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 你是所謂寫Google 你是寫這些 等不等於 不等於 大過小過這些 是不斷地使用 去指令電腦做事 那我們現在 可以比較一下文字嗎 是可以的 貓、狗大過小過 貓、狗大過小過 它也不不一樣 貓 狗大過小過小過小 貓、狗比較 狗大過小過小 因為它會出個True 反轉 它是化學Force 反轉 左右反轉 但是如果 你做大街C 它還是True Cat和Cat 兩隻貓 大街Ned Cat和Cat 其實遊戲規則是玩什麼 文字 為何跟你比較 因為它是設定了邏輯 細階 全部細階 大街的外人 小 狗貓 然後使用文字去對 你會發現遊戲規則是 你要知道 總之你把兩個文字放進去 它一定會幫你照比較 True Force 其實肯定兩個字 會有一樣而生 為何會做這些文字 去比較文字大過小過 我們排斥序 陳李章、黃河 其實你就這樣把聖事都縮掉 即是排斥序 其實什麼是排斥序 排斥序 你需要的重點就是 什麼是大過他 什麼是小過他 但是在Python世界 你只要把兩個文字放進去 都可以做大過小過 它就會將裡面 好像把數字都加進去 即是一數字加兩數字加三數字 做一條數字 然後就比較一下 你要知道 即是有這樣的邏輯就可以了 你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可以排斥序 在裡面都對 其實這個選擇的確是有可不妙的 因為其實是說的 有什麼unicode 數字 其實實際用途 你會發現很大 有搞笑的 你如果真的要去選擇 不同的MultiLanguage 因為外國人比較多 因為外國人有些特語 瑞典文 你會看到 他要確保了單位 讓你來選擇排斥序 這個 就只有Python有 OK 就是Python有 如果你寫其他Python有 有些同學真的衝突 你讀Java 你讀Java 你會很痛苦的 如果你要做一個範圍 那數字是否在0和10之間 你首先要問一個問題 他是不是 數字是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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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是否同時 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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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這個內容 這句話的意思是一樣的 這些就是Python才有的特別寫法 我經常說這個 Synthastic Sugar 沒有了這些 筒 其實都可以寫到 寫這句話 但Python有很多 Synthastic Sugar 當數字是否大 它就會 五字是否在這個範圍內 是 寫Program 簡單很多 當然 除了 Bullion 也有一個 類別 有些 例如 剛才的數字 在裡面 今天 第四個 就叫做 Boll Bullion 這些東西 都會出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在Python上 都會選擇 它究竟是甚麼 我們現在玩 有些 Conversion 可以嗎 叫做 轉來轉去的玩法 這些都是常用的 正經來說 這些要靜靜少背 為甚麼要背 其實不是背後 Python 寫開其他 Pocheming Language 有時會混淆 有時會寫 JavaScript 有時會寫 這些定義 每一隻Pocheming Language 都會有少少不同 總之是Python的規矩 你不要把它套進去 其他Pocheming Language 它是不對的 其實個個案是 沒有東西就是錯 用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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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東西就是錯 有東西就是對 幾多粒字都對 可以嗎 總之它定義就是這樣 文字轉為True Force 遊戲規則就是低個個個案 不要記在下面 記在上面 沒有東西就是錯 可以嗎 記在上面 沒有東西就是錯 來的數字 Python有正數和負數 有些Pocheming的負數 可以當錯 Python就很簡單 唯獨0是錯 其實我們的概念 如果大家看書 這叫做ForceValue 就是錯的Value ForceValue 在Python就只有兩個個案 一是Empty String 即是沒有東西 一是0 0就是錯 其他都是對 OK 文字串用的 很簡單 我想查一下一些人 我想查一下一些人 在登記或是登記 或是登記 會不會忘記了 人名 你就會這樣寫 一尺便可以查到 我們也會查到這些 好了 我們的Bullion 其實有些Operator 即加減成除 這個叫做運算子 Bullion Operator 即是對錯的運算子 幫你轉來轉去 數字的運算子 很容易明白 加減成除 Bullion的運算子 其實就是邏輯的符號 甚麼是邏輯符號 用口講 用常識來做 甚麼是用口講 用常識來做 第一個 很容易明白的 就是And 其實有一個適合的中文 你會比較容易明白 很多時候 我們就叫做一起對 簡單 一起對 就對 記住口訣 因為如果你真的適合寫鋪 記得一起對 就對 甚麼是一起對 其實你要叫做 如果你在讀旁邊的OS 或者在讀一個 Bullion Algebra 的True Table 有時候也會叫做 有讀過 但你不用選擇很複雜 很簡單 有時候做事要記住 什麼叫做 一起對 兩個對 他就對 其他都不錯 你不要記住其他 你不用多餘 兩個對 一起對 一起對 那你又可以用這個 我們在寫Bullion 其實就有兩個條件 兩個都是對 你不要記住 好 好 現在你又寫這些 就當我編碗玩吧 你想一下 4是否小於5 可以嗎 小於5 6是否小於7 對 兩個都對 可以嗎 一起對 就對 所以結果就是對 好 接著 錯了 怎麼玩 4小於5 這個就對 6是否大過7 6 你不要給你 很嚇壞 用口來說 逐段逐段說 6就是錯 其實在寫Bullion 這個Pullion 很有趣 現在我做了Pullion Pullion 就是先看這裏 這裏左做 這兩個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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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陷入N 其實當有這些 混合運算子 我們就會講次序 其實這些次序都是常識 你當然要看兩邊的條件 然後再看看是否一齊對 好了 接著 第二個 就叫做 隨便一個對 就對 你餓 餓就是隨便 可以嗎 隨便一個對 你繼續後決定 那其中一個就是對 那其中一個就是對 那其餓就是 你總之 你看情況下 那其中一個就是對 其實什麼時候錯 兩個一起錯 就錯 隨便一個對 就對了 其實最多是 這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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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裏對 都對 那你玩就行了 通常用口決做OK 隨便一個對 那接下來 這邊 又是剛才的題目 四大五是對的 六大七也是對的 隨便一個對 兩個都對 當然是對 然後這裏 四小個五 這裏對 這裏對 然後六大個七 這裏對 這裏對 隨便一個對 這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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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你一個絕招 其實這裏對 我們叫做短腦 對不對 什麼短腦呢 其實你一看到第一個 四小個五是對 然後看到我字 後面不用看 OK 不用看 後面 因為隨便一個對 這裏對 這裏對 那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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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對 一致 所以一致 每次都就是錯 所以我們玩這些experience 先問一下 你只要怎麼做 你怎麼做 一致 知道 這裏對 之後 就更加二文 叫做 糟 那些python的糟字 很開心 那些糟是英文 好 就打一個糟字 前面 糟的true 就通轉force 所以糟的force 可以嗎 反转他,可以吗?说反话 这个是很多时候,有些N or not是比较后一点的 先看前面,6是否比较小,6是对的 叫他反转他,对转错,就是错 然后,6是否比较大,就是错的 叫他反转他,就是对的 这些其实是很厉害的 大游戏规则记住 在社program世界和电脑,即是在数式世界上有点似的 如果数式来说,记住,有时写的数式 就会做成这样的顏色,3加6除3 你应该读过小学,你也会读过先乘除后加减 先乘除后加减,就不会计算3加6,然后再计算 3加6,然后再计算,就错了 先乘除后加减,这些是常识来的 先乘除后加减,你不会读过幼稚园或小学老师 其实这个想法就是,你见到先乘除后加减 其实在电脑的角度来说,就会自动加个括弧在后面 就算了这个先,那这个括弧会先行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我们永远要选择一些 什么符号,其实暗压底的概念就是 哪些符号要先计算 先乘除后加减,其实是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这里就会随二,然后再加3,再加5 先乘除后加减 这些符号其实有些是上识,有些是新的 有些是新的 其实哪些是先走的呢 由左至右的 翅膀先走的,是上识来的 先乘,正转符先走的,不是加减 先乘除后加减,就是正转符先走的 然后你玩完这些刺刀就倒过余数 然后再倒过除数 余数做先除数 然后乘除是同级的 这几个是同级的 如果是同级的,你就会有了自由 这些是同级的顺序,然后最后就做格 好了,先做完这一阵 就会做是否一样,是否一样,是否一样,是否不一样,就如此类推 然后你玩完这些是否一样,你记得在中间放一些N or not 到最后就行N or not 这些是需要,你不用硬背的,用一下减,你就会发现了 还有,我教你,其实有idea就是,如果你自己写的,Poker都需要你自己写的 你有怀疑就加决户吧,可以吗? 那里没有说的,有怀疑就加决户,有决户就会先走的 你写一些色彩,你觉得自己怪怪的,就加到两个决户,没人会骂你的 然后就是总结,总结这个节目 你应该知道运算纸,是否一样 不一样,大过小过,大过等过,小过等过 然后对比两个number,出回True Force 知道文字和文字都可以玩大小过的,因为其实都是排斥罪 然后就是True Force的变化,True Force的变化,and or not 然后有一些重要的Force value,一定要背 即是Gut的,没有东西的Empty String Gut的String是错的,0是错的,所有0都是错的 然后其他都是对的,你要知道这些东西 接着就到Assignment Assignment是抄文字,可以吗? 其实就简单点,就像做一张贴纸一样 其实你写过100 接着等于,在电脑的WAM上 100就会立即选择了 即是黑板,其实是WAM和黑板差不多 在WAM上就选择了格子 记住Number 100,然后就有个前列的Type 卡住它,就知道这是数字 因为你不说是什么Type,不知是什么 就卡住它,就会看到黑色 接着第二个步骤,就会看到等于符号 还有左手边的Alpha 等于加上这个Alpha 其实我们的概念就是,选择了WAM后 就做一张贴纸一样 贴纸一样,贴纸一样 我们经常叫Poing它,贴纸一样 WAM是这样走的 这样的动作 我们就叫做Assignment Assignment的概念就是 由右至左,一定是这边抄过这边 OK,这边抄过这边 有点点电脑上色,看到所有的Program都是这样 抄过这边 其实我们不是要抄进去 如果概念就像刚才那张画面 就像一张贴纸一样 那我们做一些复杂一点的类子 如果真的想计算一个 10加20 其实在电脑里面的WAM是发生什么事 这些是检教大学的教授 教书方法 其实认真说,我也很认识 因为其实你所谓是Programming 不是知道 其实所谓的电脑东西 你不是知道这边等于120 你要知道WAM怎么走 因为我们控制电脑下这种东西 其实你会在WAM看到这边 这个是右至左,这一部分提线 这一部分右边提线 这一部分是100,就是一格 接着有个加号 加号是特殊的运算子 其实是一个特殊的运算子 就是一个几数,帮你做事的今天 几数,你别管它 它帮你进一些东西出一些东西 加号是一个几数 然后最后就会有一格数字 其实在电脑里面,WAM就有三个东西 接着它就会将这件事兼项后 右边这边就会变成一粒新的东西 记住,它不会重用这个时打架 记住,不会重用这个时打架 它会变成一格新的东西 就是120 然后最后将120 就会assign 就是beta等于这个动作 就会有一张贴纸 记住beta 120个位置 这个就是所谓assign的故事 那好吧,那什么叫做 转了个value呢? 什么叫做转了value呢? 1等于加号,2又等于加号 就是这样玩这个故事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又看一些故事 那看故事呢,其实我们就讲了 那其实呢,就逐格逐格看了 那右手边就有个WAM先 因为你要先读嘛 有个WAM先 有个INT 有个1 那一个WAM就加了一粒 那一粒之后呢,就是assign assign就是等于加号这一粒 其实就是 记住了个label 记住了一粒 有一条线,有一条线 有一条线 有一条线 因为人不是继续 你继续设计 电话运算 你不会只看着WAM 就是什么 你只会有条线 那好吧 再过一过 就会看到 第2个动作 第2句bogam 然后再走 第2个bogam 又是见到右手边 就是耳子 耳子 其实就是指导数字 在黑板上写了耳子 然后再走 其实看到了 帖子 出现过的 帖子就会重用 但是重用就等于 它会帮你把帖子 指着那个位置 连着那条线 指着位置 指着身格格 接着就放返了 有个叫加 Black Collection 一个垃圾佬 垃圾佬 哇,这个真是偉大法名 如果你写过C和C++ 你就知道很地狱 因为其实问题就是 全此的Pogamian language 是没有垃圾佬这个概念 很多时候垃圾就会令到 Pogamian 就会停 定时定后 其实你要自己写Pogam 就是说这个不用了 我洗了它 但是Python Java C++ 这些新的Pogamian language Eso Basic 其实 就有垃圾佬这个概念 总之 你现在 好像刚才的故事一样 有人指着 RAM的黑板 就是有一个 值日生 出来拆黑板 帮你一下拆掉它 拆掉它 有Pogam 把RAM 你就可以 继续 不然 这些RAM 会用光 到最后 状态 其实 就是这样 你要明白一件事 其实我们在很多Pogamian language 有些不是这样的 在Python 是这样 Java 也是这样 但是有些Pogamian language 它不会说 你改这个等如值 它就会 弄一粒新的 有些Pogamian language 会用回这个1字 然后改个2字 下去 其实 那些旧的就会这样做 因为它是要走得快 和限制 因为其实这里 你深水清晨知道 如果你没有这一格 的RAM 你不可以做这个动作 其实是大实一点的 但是 其实这样做你写Pogamian 会方便很多 因为两个 这样子来子去 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 没有改变这个idea 对不对 在Python世界 在Python世界这个故事 或者Pogamian世界 我们 不会做一个转变值的 没有一个说这一格 把1字写到2字 没有这个故事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可以这样读 所以读过其他Pogamian language的记忆 其他Pogamian language可能在这 因为二字内就完成了 所以走得快一点 但Python不会的 选择一个新的 我们没有改变这个概念 我们只有一个叫做 改了那个子箭嘴 然后这些idea叫Immutable Mutate即是转变 Mutation 你会看Xman的变种特工 Xman的变种特工 它叫Mutaten 变种人 但是这个Immutate即是不能变 可以吗 Imm就是解释 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它变 现在再看一个例子 这些加几乎 如果我真的有一个 Pogamian 逐层 逐层指下去 会怎样呢 我们现在玩 其实有一条色 其实我们有一条色 这里做了一个 假设 假设alpha在前面 选择的Program 会设置了100线 我们现在就是说 如果alpha加40 接着要Delta 其实它在RAM里做了什么呢 第一个Program就是 看这里 即是左手边的 左手边的一块 其实看到alpha 它就会看到贴纸 找到里面的value 但其实是一起看的 其实它指着100 指着100 第二个位置 它就会看到加号 加号是一个 运算纸也是一个功能 运算纸也是一种特别的功能 然后就是 就是跟着到里面的40 其实它对于这个电脑来说 你直接写100纸在里面 还是写alpha在里面 它是没有分别的 它也是找到100 100加40 就出140 到最后 下一个步骤 就将140 抄到Delta 这就是一种 叫做计数的 玩法 如果你想偏东西 其实 偏Delta 它就会很聪明 它看到Delta 只是指着140 那就偏140 这样玩吧 好了 到最后 如果我想做Delta加10 等于Delta 我们社保级经常会写这些东西 可能是你的进步 年纪每年都加1 会做这些东西 我们Delta 现在是140 现在是140 上一个步骤 然后 加10 继续 中间就会去 其实它也不管了 因为你转了马 140加10 150 150 这个步骤 又会再 抄下去 抄下去 抄下去的动作 灰色 抄下去 之前是140 然后上一个步骤 它就会一转到新的那颗 然后狗的那颗 没有人用的 没有人用 即日生 即加返回 垃圾路 所以 它就会 Delta OK 其实我们在做这些 Program 我们会再介绍 一个Syntax 一个Syntax Program是很懒的 永远想打小些字 看着左右一个 看得明白一个之后 就以后可以用 简写了 如果你刚才的上面就是自己加10 每一次自己加10 那你就会自己 加10 放到自己 自己 减10 乘10 除数 次方 余数 全部都可以 这种做法 我们可以有个简写 加等于 减等于 乘等于 除等于 你认到一个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 那就可以写这个简写 去解决 刚才上面的Program 好 Python是很个人的 如果你写过其他Program 例如 JavaScript 或者PHP 舊的PHP 现在就不行了 然后写JavaScript很壮观的 你开了一个变数 叫Fing 你用它 但如果你还没开了变数 叫它Pin 那它Pin是什么呢 OK 因为其实没有的 OK 这个Label是不存在 没有限 他就会很聪明的 他就会很聪明的 你拼这些东西 其实它没有的 没有就不要拼了 那就爆 error 停了 但是如果有机会 写过其他的Program language 那就麻烦了 他会瘋的 如果你写过JavaScript 他照行 没有Error 他会拼什么出来 垃圾 随机 每次都不同 如果要Program用得 第一件事 你要开了一个 帖子 然后再拼 它就会正正常常 除了可以Affine之外 你可以主动放RAM 主动放RAM 这个是常常做的 因为有时候写Program 是不要的 用一下你会不要的 因为你不想它有用 你就可以照顾它 然后删除了Wareable 它就会指着RAM 刚才不是有一个清洁工人帮你清的 就是GroundbackConnection 删除了Wareable 就会强制刷黑板的动作发生 把Wareable清掉 如果你删除了Wareable清掉 如果你删除了Wareable清掉 你删除了Wareable清掉 你删除了Wareable清掉 这件事是不存在的 那这件事是很好 Python就不会贴了 最后呢 其实我们会说Progress 其实这个Case就是 Fraim的Setting 如果把试图抄过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加10抄过去 只要用简写加等约10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是Delete Delete就是 不让垃圾人去删除你 主动删除了Wareable清掉 然后呢 记住 永远的东西 就由右字左删除了 算了这边才停 然后有一个Synthetic Sugar 这个是糖 其实这一句 是永远一样的 记住加减整场所有符号 对位的 他都可以写一个简写 那你作为Programman 很多时候都会写这个 因为简写短短的就很开心